这是许仁东一年之内第五次飞往马尔代夫 这个印度洋上的千岛之国 即将铺设一条总长度1115公里的海底高速光栏 把马尔代夫六座主岛全部连接起了 建成后将支持马尔代夫由二级时代进入四级时代 施工船Emarine号停靠的这片海域 是工程最关键的一段 世界上最长的单根无接头海光栏将在这里铺设 团体内部是一个直径12米高6米的巨型栏舱 这是铺设前最后一次检查 这根长达318.5公里 重220吨的海底光栏 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单根无接头海光栏 长度是普通海光栏的三倍 许仁东是这根超级海光栏的缔造者 它必须确保海光栏经历长途运输仍旧完好无损 制造超级海光栏的核心技术 远在5000公里外的中国工厂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光纤预制棒生产基地 也是超级海光栏的制造工厂 这一片机器丛林 掌管着光纤预制棒生产的上万个工艺参数 这是光纤预制棒的胚体 主要成分是高纯度二氧化硅和二氧化折 要在超过1500摄氏度的高温下 烧结成光纤预制棒 整个烧制过程 炉温精度必须始终控制在正负0.1摄氏度以内 两层楼高的烧结炉 炉温变化从近300度到25度 多达几十个温控点 工作人员必须密切监控 二十多个小时后 高纯净无气泡的光棒烧制完成 影响烧结的因素及工艺参数有近千项 此前这项核心技术一直被美国康宁 日本驻友欧洲普雷斯曼等少数光棒制造巨头掌握 光棒每一年我们都向别人去采购的话 是受制于人的 这种烧结精度稳定在0.1摄氏度的工艺 中国工程师研发了三十多年 找到每一个参数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 消化和研发团队做了上万次试验 消耗了数百吨原材料 现在他们独立研发出的全套光棒生产工艺 让这里每年可以生产出2200吨光棒 如果这些光棒全部拉成光纤 可以绕地球近1500圈 工人们正在将光棒悬挂到拉斯炉内 一根长三米直径200毫米的光棒 可以在48小时之内不间断拉斯7500公里 这得益于中国自主研制的石鹰退火管 管径增大两倍 能让气流通过更稳定 拉斯速度由此提升了40% 每分钟超过3000米 这是目前全球最快的光纤拉斯速度 从光棒核心技术突破 到光纤制造完全自主 中国将国际市场光纤价格 从每星公里上千元人民币 降低到每星公里80元左右 像这样的光纤 中国每年可以生产500万盘 总长2.5亿星公里 位居全球第一 这片海域将是验证中国超级海光纜 生产和铺设能力的关键一战 随着阿玛尔一声令下 超级海光纜铺设工作正式开始 再有牵引绳的登陆艇 要率先登岸 陆地机械上的牵引绳 带动海光纜正缓缓移动 手段登陆的铺设方法 不同于深海海域内的直接抛设 工作人员每隔五米 给海光纜系上一个红色浮球 在浮球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 海光纜以每分钟五米的速度 向对岸进发 目前全世界95%的国际通信 都要依靠海光纜 相对于卫星等其他通信方式 海光纜具有低延时 寿命长 通信量大 保密性强等优势 未来5G时代 海光纜的生产和铺设 将成为各国信息领域竞争的高地 中国企业能否跻身 国际海光纜高端俱乐部 胜败在此一举 此时海光纜已经抵达近海 接下来的铺设难度 讨厌着海光纜的性能 潜水员割掉浮球 让海光纜沉入海床 马尔代夫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 为了保护并绕过珊瑚礁 工程人员需要最大限度的弯曲海光纜 这对中国海光纜的柔韧性和拉伸能力 都是极大的考验 许仁东对此很有信心 在他们的工厂里 工人们正在给光纤穿上 27根钢丝制成的 可以弯曲和拉伸的铠甲 传统海光纜的内铠生产 用的是两段体龙脚肌 搭配24根钢丝 这种三段体龙脚肌 和27根钢丝编织法 是中国独创 三段体龙脚肌 每个角龙悬挂的钢丝规格 都不相同 增加的三根钢丝 与其他24根钢丝 粗细搭配形成稳定结构 让海光纜柔韧性更好 同时大大增强抗拉能力 海底铺射 前方出现断崖 这是一种挑战海光纜弯曲性能的极限工况 近70度的断崖 海光纜要想贴合在海床上 弯曲半径必须小于1.5米 远远高于3米的国际标准 经过近10小时的铺设和潜水源的反复调整 断崖成功绕过 一个个定位牌被固定 标指着海光纜柱段被验证通过 只用了32天 连通6岛 1115公里的海光纜就全部铺设完成 从这一天开始 马尔代夫成为南亚通信覆盖范围最广的国家 在马尔代夫铺设成为南亚通信覆盖范围最终的 在马尔代夫铺设的这种光纜是我们三个项目突破1000公里 我们为此奋斗了五年多 所以不远的将来 我们的目标不禁止这边马尔代夫的海域 我们希望快越太平洋 走向大石像更广阔的海面 走向大石像更广阔的海面